今天呢来给大家道道一下茉莉的养护 然后大家老是吹着药吹着药 茉莉呢现在也有了 就是这种单杆独磕的 为什么说是单杆独磕的呢 因为有很多的这种重生茉莉 而且大家也老是说那种横线茉莉怎么怎么样 咱没有说不好啊 像大部分大家买到的一些个特别古怪 特别大的那种大老装的茉莉呢 基本上都是花农淘汰下来的 怎么说呢 大家应该喝过茉莉花茶对吧 好的茉莉呢大家也应该了解一下 一般是十几年之后呢就进入了一个衰退期 甚至说不到十几年 基本上六七年就开始衰退了 花量就会慢慢的变少 因为茉莉花呢它是一个顶端开花的 大家一定要了解 它是靠新枝条靠新芽去开花 也就是新枝开花老汁并不会开花 所以呢老汁一多了以后 大家也都明白什么意思了 营养就输送的就变慢了 还有一个点就是什么呢 茉莉非常喜欢光照 很多的臭宝呢就养茉莉的时候不给足光照 说茉莉难养茉莉并不难养 浇水在一块呢 大家一定要跟用土结合着来 以前茉莉最喜欢的就是沙土 你就是你可以省钱 你最省钱的话 就是用监入工地上那种沙子 然后用个陶盆 用瓦罐盆之类的 那个浇水你不怕浇 前提条件是光照给它特别充足 它不怕晒也不怕热 耐寒性就很一般了 大家低于五度的时候 尽量的搬到室内 用肥料的时候呢 大家你像咱们农村养花 基本上都用到的是沸肥 这个完全OK 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您用的是沙土 用粪肥 用发酵的桃米水 用什么发酵的果皮水 凹的各种肥给它用 完全OK 没问题 但是咱们大家伙 如果说是盆栽室内的话 我个人还是建议 老花一的通用型配方土 用一个比较排水透气的花盆 给足光照 太长了以后 适当的修剪 因为它的新枝开花 枝条太长了 开到九霄云外来 营养根本输送不过去 所以说呢 你看到你们收到的茉莉都不会很长 就花苞很多 它是经过修剪 光照给足 胶水这一块一定不要积水无根 你可以看它的根系还是比较霸道的 一旦烂了根 它就嗝了 耐焊能力 要画一个圈给大家讲一下 茉莉焊过头很难缓过来 所以说胶水稍微拿捏一下 再有的话 老师说老花一会养出来叶子黄 这个就是您用的肥料不够 如果说盆栽的话 用沸肥之类的 嫌味大或者是虫子多 您就可以考虑翻粉水 一篇关于茉莉的一个养货 下期的时候给大家叨叨一点实战的操作 单杆独克的棒棒糖茉莉呢 是要比重生的茉莉更好养 因为扫生忧生幸福医生 老花一也是个独生子 所以说呢 一个是好看 一个是好养好收拾 觉得不错 点个赞 茉莉的养货送给大家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意 白了 嗨 嘿嘿 嘿嘿